民眾黨的總統參選柯文哲 日前訪問日本的時候 表示有跟自民黨的幹事長 會面交換意見 但是沒有想到 立刻遭到了駐日代表 謝長廷打臉 對此柯文哲說 自己當時根本沒有講人民 強調自己見到的是 自民黨的參議院幹事長 我去日本訪問嘛 有圖有真相 我去拜訪的是 參議院自民黨幹事長 四更紅城 我又沒有說我去拜訪 他們自民黨另外一個幹事長 然後不曉得哪一個媒體 就弄一個什麼 我去拜訪自民黨另外一個幹事長 然後就開始做新聞 我講A 你們就講B 然後再說他出來活認B 好像講的我在說謊的樣子 我跟你講 在臺灣每天這種新聞操作 坦白講 現在媒體也全部被控制 我也不曉得怎麼辦 但是這樣 這種穿著附費 以而傳而至少要有一點 要解釋 要解釋 所以你覺得是媒體弄錯您的意思 你沒有講錯人對不對 不是啦 我根本沒有講人民啊 當然是這樣啦 那個參議院自民黨幹事長 我沒有講到參議院 我就有遇到自民黨幹事長 可是我沒有講人民 你會故意把另外一個幹事長的人名 都套出來 我覺得那個就以而傳而啦 好柯文哲這一回是在日前自己爆料 他說這個訪問日本的時候 自民黨幹事長告訴他 台灣是沒有辦法參加CPTPP的 當然立刻引發了爭議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前立委郭正亮 他認為這件事情很嚴重喔 並且指出了日本的政治人物 絕對不可能會說出這種話 好柯文哲可能是引述過當了 而且是把私底下會談的事情 直接拿到檯面上來講 他認為呢 柯文哲其自己應該要節制 外交沒有小事情 可能會影響到後續出訪新加坡 還有其他國家告訴他消息的意願了 好